2003年3月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以所谓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 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入侵伊拉克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20年之际 总台记者专访了伊拉克前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 他说 美国在伊拉克犯下累累罪行 导致伊拉克陷入持续混乱 并使地区局势愈加恶化 阿拉维表示 美国入侵伊拉克后 解散了伊拉克原有的军队和安全机构 使伊拉克全国安全形势变得极度混乱 美国对伊拉克采取的民族和教派分化政策 也让伊拉克人难以团结起来 美国在伊拉克制造混乱 通过外溢影响 让整个中东地区动荡不安 使得美国可以更加轻易地控制中东 同时也为极端组织的兴起埋下伏笔 阿拉维表示 从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 到2011年12月 美国正式宣布伊拉克任务结束 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长达9年的军事战领 期间伊拉克各地发起反抗美国的抵抗运动 阿拉维指出 虽然美国宣布在2011年底 从伊拉克撤军 但时至今日仍有美军基地和军事人员留在伊拉克境内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伊拉克 监视周边国家 保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阿拉维表示 随着伊拉克两个重要邻国 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下 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伊拉克也将从中受益 阿拉维说 对比中国和美国在中东的政策 公道自在人心 我以为了准备和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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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了准备和策略的